同学们好 今天开始画色粉画了 根据我们上一个月素描课的进展情况 我在粉画课里边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也就是说就是渐温吧 从简路繁循序渐进 因为我们这个课堂里边的同学 这个有的基础强一点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基础比较弱 所以说呢 我们就从简路繁的这么逐步的讲课 这样能够学习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这个阿老师在为粉画课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和铺垫 在这里边谢谢他哈 他呢在这个群里边发了一些色彩的这个知识 以及粉画的一些要求 大家多看一看 由于我们是这个课堂嘛 所以说主要就是演示这个绘画过程 好今天我们这个课呢 是一个苹果 嗯 我选择这个画纸呢 是一个深色的 所以说呃 我们呢 开始画的时候呢 就是用中间的色调 呃 不是最浅的哈 就是用中间的中间明度的这个色粉块吧 呃 来画 来打线哈 呃 因为他就是比较能够跟背景啊 比较能够呃 接近 这样不影响我们那个呃 在进行过程中的这个呃 擦拭修改 好 我们 边画边讲哈 呃 我在画之前 呃 提一句哈 就是 不要把我们的素描课跟我们这个粉画课 或者叫色彩课 分开 他们是一体的 只不过那是单色画 这是多色画 呃 素描课里边所应用的东西 学到的东西 在这里边 都会接触到 只是说 呃 素描课是用单色塑造形体 色彩课呢 是用多色来塑造形体 好 那我们开始哈 边画边讲 这样一个苹果哈 我这个是个纸板 我这个纸板呢 这个是属于 呃 蓝灰色 你看我也用一个一个蓝色还是打底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 呃 给这个苹果 就是画出它的形状 给它定位嘛 嗯 所以说 还设计不到这个 来表现的哈 嗯 这边有个小叶子 我们可以给它画的近一点都可以哈 就看我们构图怎么好看 嗯 我这个苹果有点偏这边了哈 从构图这个这个哈 从这个板面这个宽度来看 偏了偏左了 那我们就给它改哈 你看这都可以用手插的哈 这可以插的哈 这跟木炭条差不多吧 嗯 它这个特别好特别好上手哈 这个二老师这个之前都讲过 非常好上手 画之后我们大家就会爱上的 跟这个木炭条啊 炭条啊 是一脉相承的哈 他们是 一个家族的 我当初为什么 嗯 画素描的时候没有用铅笔啊 用炭笔用木炭条啊 就是为这个后边这个粉画 或者是说 油画吧 油画吧 就是打下一个伏笔 因为他们都是有联系的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位了哈 定位之后 我们就不要上 呃 不要画这个最亮的 画一个 中间亮的吧 就是一个中间亮的 好 我们开始画哈 这是粉条 就是粉笔哈 粉笔条 嗯 这个有点淡害了哈 把它撤掉 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看看摄影条是什么样的 他现在有点有点碍事了 给它拿掉 看我们这 这么很很很很夸哈 这是横插 我来来显示出这个 苹果 把深色给它留出来 因为我们要很会借用这个底色哈 嗯 如果要画线的话 就是这么这么横的蹭一下 是吧 这不出现一种线了吗 看啊 是吧 这么一插不就突然线了吗 是吧 是吧 等一不我们把这个纵色啊 给它留出来了 因为它这个底板的底色呀 就是纵色 是不是啊 把它给留出来了 它这个比油画要方便多了哈 它不需要调色 也不需要调色油什么的 就直接在这个画面上调 也是试探的画哈 我没有把握的时候也试探的话 我们先不要用手哈 到把颜色基本上铺满之后 再用手来调 那就是把它模糊哈 嗯就选择很多颜色 摩披 摩披 摩 摩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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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比一台哈 用它的棱角 这不就等于画出线来了吗 你看 这样这样横着一扫 就是线面都出来了 对吧 然后跟这个底色呢 又有一些叠加 我这是一个浅蓝色 也可以像铅笔这样画 一颗的横着画 铅笔这样画就是用线条排列了 后来横着画呢 就是能画出一个大面对吧 你看这时候你可以擦一下 擦一下它就把那个 就是裸露出了底色的那部分 就给它就给它掩盖住了 你看这些细节啊 嗯 这个白怎么 显得暖了 我这是48色的 也不是太浅 但是它可以通过叠加的方法 就是有点类似于调和了 这个能调和出来其他颜色 有点类似的 硬梿 我可以太负责了 我不太负责了 不要冷淡 我走了 我把 30分之一 只要当被放在 就像我一般外套 不然不一定 我只是叫一個 好 我可以拿到 好 correspondence 我还不必 我可以拿到 我在找颜色呢 这个绿不太饱和啊 我这个颜色也不太全 到时候就得靠调和了 我这个颜色也不太好 我这个颜色也不太好 这时候就可以抹一抹了 因为这个桌面啊 这个跟那个墙面的这个 这是分界的地方啊 因为它是很远嘛 所以说我们要要模糊 又不是很清楚 过头呢再加一下 这一定是模糊的 这样就让它退远了嘛 好 好 谢谢观看 黑色少用 因为我们以前已经够黑了 这时候我们少用 谨慎的用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看看 它这个量呢 它这个光是冷光 冷光那么我们暗面就给它加点暖色 我这个粉笔的颜色不是太浅 我这个粉笔的颜色是很小的 我問你 你叫你 我叫你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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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看,刚才我画那个就是紫色 这个是深红,深红相比那个紫色呢 就暖一点,都是相对的 它这里边右面交接线 我这是加点反光哈 这反光不明显 你看我加了个冷色吧 还不如背景重呢 好 好 tattoo 它这块元素挺饱和的 那么我们应该用这个 还出不了它那个效果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蓝色给它打一些线条 给它定制到里面看看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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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准备 我们被这个稍微改的暖一点 这个也可以用橡皮擦的 我把橡皮找出来 太好了 可以装着 稍微是什么 这个也不能装着 我能装着 有点 走着 多么 对 感谢观看 这个白色在这里边显得 可能是有一根红色的这个红盒吧 显得有点暖 应该用手插啊 看情况 它这些斑 斑对刻画形体起作用的话 我们就强调一下 如果不起作用的话 我们就不画 有些地方画有些地方不画 对吧 我们现在先照上一层 然后呢 再用这个 这个冷色给它加几块 如果没效果的话 我们给它点击比看看怎么样 冷了 冷了呢 但是它不够亮 对吧 不够亮是因为刚才那个白呀 就是跟其他颜色混了 嗯 是不是啊 自己够亮了 就是用点力 我这也是用橡皮泥茶啊 对吧 我们就用这种紫灰 紫灰画这个背景 靠近这个地方不要碰了它 因为这个地方我特意强调亮度 拉开这个反差 我们画画的时候 单色画就是素描 它只有一个颜色 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明度问题 我之前好像提示过 就是说色彩它有三个性质 就是一个色相 就是不同的颜色 红黄蓝 色彩黄绿青蓝籽 还有就是明度 明度就是我们素描里边已经涉及到了 另外一个就是饱和度 饱和度就是这个色彩的纯度 你加入其他颜色 混合其他颜色它就不纯了 那么你混合的越多它越不纯 比如说红色吧 你大红 因为它加任何颜色 比如说加蓝它变成紫红了 那它就不是大红了 对不对 大红就是红的纯度就降低了 加黄的变成珠红了 那么我们这 这都是相对 就是几种颜色相对而原的 它们产生这种这种关系 你看我们画这个也要考虑到 空间呢 我为什么加点紫色呢 因为紫色容易退远 容易退后 但是也不是纯紫 是灰紫 它这个粉色呀 怎么发粉 你看你看这个在油画颜柳里面 这个大红加翠绿啊 它就变成那种黑色了 接近接近黑那种深灰 你看这个就不行 它就发粉 就是我们看情况 因为这个粉画有粉画的特点哈 这个时候我们还 比如说它真的用这种很深的颜色 有些颜色不粉啊 比较沉 有些颜色它就附在表面 就是我们看情况 有看来这个画的板子上这种粉画 适合那种叠加或者并质的画法 也不是绝对的哈 几种画法也都混合在一起 你看那个我想用深红把它这个颜色重变重哈 结果我这里边 那个深红 加上之后它反倒反倒亮了 你看发粉了 你看看 就没有没有达到我那个效果 那么我们就就得接触更深的颜色 那么我现在接触点黑哈 黑跟这个 红 搭配一下 看我这深蓝 我的深蓝也不是太蓝 好吧 借助一下吧 用这个色彩的冷暖 看看能不能把它加重一些区别哈 看来还真是你加黑 看情况哈 看看你这个材料的情况 我来拿手一模的火 或者用插笔也行哈 或者用插笔也行哈 可能就能调和从另外 调和出来另外一个颜色 这都有可能的哈 因为它有个基本原理这里面 光是什么呀 光 光 这个反光很强啊 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用那个刚才是用面啊 这样可以用线的方式给它扰乱一下啊 就把这个颜色给它定制在里面 看它出现一个什么效果 嗯 有这个问题 有呢 一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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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色不够丰富 就得靠这个花那调和了 就是混合嘛 粉画的特点就是说画面也是个调色板 他们有专门的调色板 对 嗯 嗯 一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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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画画这个叶子 这个投影也是跟我们画素描一样 靠近我们的这条线 这个投影线比较清晰 远离我们这个模糊一点 这样它就有退后的感觉 这个桌面这个平面的感觉 它俩不能画的样式 样式的话它就由这个样子变得翘起来了 要这样过去 明白吧 我们画画这个叶子 叶子画好的话也是蛮好看的 嗯 我这个构图 小了哈 说这个画大了 苹果画大了 嗯 倒是画这么一条线哈 嗯 嗯 叶子 叶子也要认真对待的 不然它就给你找麻烦 吞到后腿 嗯 我对这个高光这块不亮啊 一直耿耿于环啊 它怎么就亮不起来呢 用这个 哎 发黄啊 这可能不是纯白啊 我再看看 你看 你看 它这个 也很厚啊 像那个油画那种一样 一样的 啊 哦 你 哦 你 说 叶子 脑子里始终有这种塑造的观点 塑造 什么块面 结构 老有这种想法 再加上我们是用的色彩 色彩塑造 除了我说的 色彩的饱和度 明度就不提了 明度就是素描关系 不饱和度 剩下主要就是靠那种冷暖关系 冷了也可能会拉近 也可能用暖色把它拉近 这种冷暖的不是说很明显的差距 有一些都是很微弱的 到时候以后我们再画的时候就会设计到很明显的那样 这个差距就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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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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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好 跟我们画那个木炭条那个素描差不多啊 手指也用上了 手指也用上了 是 我已经有点了 我以前的电源是让妳摆里面 我为什么给它加黄色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 这个色彩感不强烈 我就试探着 给它加个暖色看看怎么样 不想得了 再加哥 真英雄 都是橄榄 再加更香 来加的 一双桑 重新箇薄 把这个根部嗓 我刚好 最为脸的 会发到 摄影 尖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可用擦笔擦它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增加背景色彩的灰色在里面 但是不要脏了 它就变成不饱和了 它的明度各方面都会降低 这样就会推远 不论你用什么手段吧 达到了我们塑造形体的这个目的就行了 我给它变暖了哈 我觉得这个模板没有色彩感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还有我这样画的哈 无所谓啊 我们这个塑造形体的目的达到了就行了 我那是什么手段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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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始终从三项考虑哈 色相 哎 就是色彩了 色彩我们主要考虑就是 冷暖的变化 其次呢就是明度 明度就是这个就不多讲了 素描 素描课里边 在那里边就要解决了 虚实远近这都是那个素描关系 那么饱和度呢 看出来了 我这个背景是非常的不饱和 那么它就退后了 嘿 我这个亮面成了暖色了 暖光了 暗面反正冷了 这样调过来也行 是不是 我们给它改变一下 也行 不是不可以的 要么给篡改了 我们把这个篡改了 鲜肠 foundation 这个竹子 在最大的 cactus上 也行 因为结果 你是我们 responsive 可以看 但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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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要响亮知道吧 我会变得到一会儿 好吧 这个 对不起 而他还会这样一点 我现在要放他的 johnson 我可以打开 我先让他帮他 我先用 说 我先来 把肉切成一片 一片片一片 切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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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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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